詞曲 李宗盛 書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課程 我是阿美族人 台東的人 我的名字在這裡 葛造 不是蟑螂也不是跳蚤 葛造在阿美族的姓名 名字裡面算是好名 但是有眼光非常長遠的意思 那我的漢姓 陳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這個誠信怎麼來的 我們用這個誠信我們家族用不到50年 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就是蔣介石來台灣的時候 強迫台灣人一定要有漢姓 事實上我們阿美族本身是只有自己的姓 我們的族姓是卡古巴 那這個誠信怎麼來的呢 有一天我的阿嬤去婦贈事務所 婦贈事務所那邊就一張桌子 桌子旁邊有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有百家姓 然後他是用那個骰子 就刻了百家姓 就從裡面 甩到桌上 我的阿嬤就甩到沉 我們的姓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跟什麼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他的政策就是要我們一定要有漢姓 他要消滅我們的族姓 他說你們就是中國人 以後講中國話 信中國信仰 這個接受中國的這一些文化跟習俗 之後你就變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是這樣 那這個可愛的是 我的阿嬤這個牽抽到的是陳 對不對 他的哥哥甩到的是張 甩到張 他的姐姐甩到沉 我們這個家族總共有五個姓 陳 張 沉 溫 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整個漢姓的由來 那這個問題會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發生在我的曾孫子以後 第五代 第六代之後 有一天我們的曾孫子心血來潮 發現說我們的家族 我們應該總是要立一下族譜吧 他一看到陳 我們從中國來的 他們就想以為要去中國尋根了 這個笑話在民進黨的這一些黨功裡面發生 我記得一年謝長廷到中國 中國邀請他去尋根 結果尋一尋尋不到謝氏宗旨 謝氏宗旨裡面沒有他們的家族的那個 然後最後怎麼做呢 就隨便蓋了一個牧種 告訴謝長廷說這個就是你的祖先 這個台灣人 這個平埔族的漢姓的由來也是這樣 其實跟我們這個阿美族 我們過去這個所謂的原住民 那事實上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稱原住民叫做高砂族 高砂族 那這個高砂是怎麼來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高砂是有一年 這個昭和天皇 因為他的爸爸生病大政天皇生病 所以很多這事物都是由昭和天皇來 所以他當太子的時候 要去國外就是由他來去 或者是到海外 就是要到別的地方 就由昭和天皇來去設政 有一天他來到台灣 歡迎台灣 台灣的這個部分 來歡迎這個昭和天皇來到台灣 是由阿美族的一個舞團 來開始整個歡迎的儀式 這個時候 這個在台灣的這個將軍 就介紹這個舞蹈團 可能跳得不錯吧 可能是這個昭和天皇覺得很驚喜 哇 這個怎麼跳得非常好 結果這個將軍就介紹 說這個是台灣的滿族啊 滿族啦 野蠻的滿族跳的舞 這個時候昭和天皇聽到了這句話 非常的不高興 不業 所以就告訴那個將軍 當場指證他說 你怎麼可以把正的國民 把它稱為滿族呢 從此以後 你們要叫他們高沙族 那這個高沙 事實上不是阿美族的語言 高沙的意思是 是源自於高雄地區的平埔族 可能是道卡斯 可能是馬卡道 我們不知道可能還要再研究 那這個平埔族的語言在高雄地區 那高沙在日本的意思是什麼 叫做 它對台灣的稱呼就叫高沙 那我們知道的台灣 台灣的由來就是從大圓灣 在台南一帶 大圓灣 這個閩南語或台語 或者那個 把它直接翻 變成台灣 大圓變成台灣 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日暑美戰 事實上我們這次遊行 也是針對這個部分再強加 因為這個美國法院 有特別交代到這件事情 說台灣人的國籍 應該要由日本來把它甦醒 因為過去1951年1996年 日本的法院曾經把台灣的國籍 把它用法院判決說 台灣的日本國籍失效 事實上法院是不能判這個決 因為一個人的國籍不能透過政治的手段 或者是一些軍事的手段來改變 這樣是為違法國際戰爭法的 所以因此今天我們要學習 這樣的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在過去我們在媒體 或者是過去的教育上面 台灣的一些學者喜歡用獨立 來迷惑台灣人 或者是用統一來迷惑台灣人 但是真正台灣的地位 要走正常的話 要走正確的話 來到台灣民政府才會找到真相 為什麼媒體都看不到 曾經有人說 如果說你們的理論是正確的 為什麼媒體不播 你們沒有想到 這個是台灣目前的媒體是治理當局 這個治理當局是誰 是中華民國 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如果說它被承認 被建立起來的時候 那一天就是中華民國 結束台灣佔領的一天 為什麼這樣子 我們待會後面很多證據可以證明 這是我的故鄉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三仙台 美麗的三仙台 三仙台 其實東岸是全世界排名十大海景之一 全世界十大海景之一 我們那邊就有 台灣就有了 過去這個地方不叫三仙台 這個地方叫做比西里岸 阿美族的話 比西里岸 它的意思叫做羊群聚集的地方 那西里是阿美族語言裡面的羊的意思 事實上是指山羊 因為過去的阿美族人沒有這個圈羊 那個山羊的這個習慣 他們只要獵到山羊就是拿來殺了 大家分享來吃 那為什麼後來變成三仙台呢 三仙台是杜撰出來的故事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殖民者 為了要改變這邊的這些思想 所建立的這個名稱 因為阿美族人並沒有信奉中國人的習慣 這個李東斌都中國人 像這個八拱橋是一個龍的概念 所以阿美族人也沒有這種龍的這種 那種吉祥的那種信仰概念 所以這個全部都是杜撰出來的 再往北八公里 二十公里還有一個八仙洞 所以他們開始去創造了一些 莫須有的一些故事 來去欺騙過來的這些不知情的 漢人也好或者是外國人也好 這個日出之後上升 那個地方晴空萬里 那個東東岸就是這樣 東海岸就是這樣 非常的熱情 跟當地的人一樣非常的熱情 很多國外的觀光客 尤其是從香港 新加坡 這個歐洲國家 歐美國家 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都覺得這個地方很熱 可是其實那個地方 除了景美之外 人更美 因為當地的人都非常的熱情 好客 而且都比較不會有心機 這個不是日出 這是夜出 夜亮剛出來的時候 從這邊出來 很漂亮 所以值得去的地方 身為台灣人一定要去的地方 這都是夜亮上來之後 真的 夜光河有沒有 好像一道河一樣 除了白天可以看 晚上 當這個太陽西沉之後 接下來要表演的就是這個 所以這種景還需要什麼煙火嗎 不用 自然的最美 自然的最美 你就期待它 夜光在那個地方呈現起來 而且不用淺 天氣好它就出來了 你看 好漂亮 滿天星 這個治理當局做對了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 它沒有放過一盞燈 從這裡一直到這個島 不放一盞燈 讓它還原它最原始的一面 如果在西部或是在北部 可能這個拱橋就變成 用LED燈這樣子化現出來了 那就敗掉了 就可惜了 往北20公里 三仙台往北20公里 一個八仙洞 這個八仙洞也是杜鑽出來的 過去幾十年 五十年前 這個治理當局縱容了一些 宗教團體進入到裡面 來去建廟 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廟 他們破壞了這個洞穴的一些基礎 可是這個洞穴最重要的是 跟台灣或者是很多國家的發源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八仙洞是亞洲 超過五萬五千年的人類移植 就在這個地方 這裡當局不願意再朝這個正確的路去發展 他反而把這個觀音廟 把它建立在這個地方 台東縣政府發覺到這個問題很嚴重 對五積的破壞造成了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在去年就打贏了這個官司 這個問題很麻煩 因為這個官司打了三四幾年才勝出 這個叫做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話 應驗的一句話 叫做請神榮譽送神難 把這些官邻請進來要請他走非常的困難 經過三十年之後 那這個八仙洞有什麼特別之處 當然這個八仙洞是後來稱的 八仙洞過去不叫八仙洞 有當地阿美祖的名稱 那這個地方其實很特別 現在連日本都發覺他們的祖先的發源地 是從台灣來的 也就是說大和民族的祖先來自於台灣 他們自己也驚覺到這個 好像經過他們這些考古學家研究之後 最有可能轉進到日本的祖先 就是源自於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五萬年以前的人類遺跡 那當然如果從五萬五千年開始算 一直到現在大概相當久了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很多的這些祖先移民 早期很早以前就來的這些 也是陸陸續續的進入到台灣 來 沖繩 日本祖先來自於台灣 媽 這個是最近他們要拍 在這個月要從八仙洞出發到雲納國島 那雲納國島到這個距離有200多公里 上個月底 那個什麼布勞精神那個 他們先測試了 他們從花蓮到雲納國島來回 他們已經證明了可以用祖法 從台灣的東部到雲納國島 所以日本的這些考古學家認為 他們的祖先是非常有可能 是來自於台灣 所以台灣的整個人類居住的歷史 會比中國 韓國或者很多國家 都更早 所以這個可以打破一些迷思 台灣人不是從中國來的 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歷史不到300年 比任何民主移民到台灣的人還晚 就算是歐洲的這些荷蘭西班牙 都比中國人來到台灣來得更早 所以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句話是正確的 是確定的 只是在中華民國的教育以下 模糊了台灣人 台灣人迷思了 因為他們不願意教真相 不願意教正確的 所以為什麼台灣民政府一出來 他們想盡辦法把我們打壓 前幾年我們台灣民政府 舉辦了一個很大的遊行 萬人遊行 萬人遊行在媒體裡面看不到 我相信你們也沒看到 因為他們不願意把這個真相告訴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本來就有全力知道這些真相 可是他們不願意 為什麼 當他們台灣民政府整個正式被公開之後 他們結束的這個治理的一天就到來了 一天就到來了 有沒有 日本考古學界發現 三萬年前沖繩獵島上的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和文化 與台灣、台東八仙洞出土的 舊石器時代存有密切的關係 日本學者推論 使前人類可能從台灣做竹法 經由海陸遷徙到沖繩獵島 已經被確認是可以了 那阿美族人自己做 用竹法 用在地的材料 製造了竹法 他們可能五個人到十個人 就整個往這個雲納鍋島過去了 怎麼會不見 台灣人根本不是中國人 這個是中國人 從中國來的 他是什麼民族我們也不知道 就反正從中國來的那個地方 一個人叫陳帝 1603年東方紀說 台灣人不知祖先從何來 這顯示什麼 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事實上台灣人的祖先是高山祖 高山祖 他們講是高山祖 這是他們的認定 可是我們必須要實事求是 不能用推論預測 一定要拿出政治 跟日本的精神來學習 我們一定要有一定的那個 一個這個理論來去推論說 我的祖先從哪裡來了 有沒有 明滿清戰績之後 台灣人的村落被稱為反社 也就是說 其實正成功來到台灣之後 台灣不是只有 他不是一個大批的漢人來到台灣 跟那個開墾不是 因為台灣是那種 那個張力重生 也就是說不適應這裡 台灣這個氣候的人很難在台灣生存的 所以基本上很難有很大的移民來到台灣的可能性 非常低 非常低 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灣地區的這一些 台灣島內的這一些人 能夠居住在這邊的人 已經經歷了幾千年的這種 那種對一些產生了免疫的效果 所以四百年前 就在平地的台灣人被稱為平埔族 這是荷蘭的記載 那如果說 如果按照他們這樣的一個定義 阿美族、貝南族都叫平埔族 格馬蘭 或者是這個 這個薩吉萊亞 都是住在平地 所以這個他們認定 這個原住民的認定是用語言 目前是用語言 也就是說你會講台語 你就是變台灣人 你會講客家的話 你就是客家人 那你會講阿美族的話 你就是阿美族人 那用語言來去認定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隨便 有一點就是草率 為什麼 難道講英文的人一定是英國人嗎 是不是 請問各位 講英文的一定是英國人嗎 不可能吧 我會講英文我就變英國人了 那你一看就知道你就不是那種人種 對不對 所以講台語的人一定是台灣人嗎 我的阿公很會講台語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常常跟漢人在溝通 所以他台語講得非常好 那難道他就是台灣人嗎 所俗稱的台灣人不是 所以這個裡面有很多迷思 這個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資料 可以慢慢慢慢去把它解除 荷蘭人南北擴張從台南高雄屏東的平埔族 有沒有 荷蘭人 從安平上岸那裡的台灣社 就大圓社 大圓的平埔族 四坎社 所以那個台灣過去的那個名字叫 是屬於這個那個平埔族的語言 就在那個地方蓋了兩座城 一個 熱蘭這城跟普羅蘭這城 這兩個城都有蓋基督教的教堂 那時候的台灣人第一次接受 外來的宗教是這個時候 並不是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觀音 什麼媽祖的信仰 基督教是比這個媽祖跟觀音的信仰更早 更早 所以可見這種信仰不是台灣原本的信仰 為什麼 在台灣其實還保留了過去這些平埔族的信仰 從哪裡可以發現 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高雄 他有到一個時間之後 他的媽媽就會去祭拜所謂的地基祖 地基祖 地基祖的信仰 中國沒有 這是台灣特有的一個信仰 雖然有了什麼觀音 有了是媽祖的那種信仰 或者有了一些中國來的信仰 事實上他還保留了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 那個時候的這個荷蘭人 只有兩千多個荷蘭兵 未婚單身 會跟當地的平埔族產生這個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 第一次跟這個平埔族以外的這些外國人 產生這個混血的關係 就是荷蘭人最早就開始了 所以很多像很多地方的這些人 怎麼突然這麼比較白比較高 就有可能有混血到 但是經過四百年這個混血混混混混混到最後 可能比例少的 可能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 約五六萬人漢化成為第一批的假漢人 好啦 所以我常常跟這些 這些自以為是漢人的這些台灣人講說 你們不要嘲笑你們所謂的聖翻 聖翻 聖翻不要笑聖翻 因為漢人 你們這個漢人是從聖翻過來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 只是因為這個人 你接受了人家的信仰 接受了人家的語言 接受了人家的生活習慣 你就以為你是中國人嗎 你是從中國來的嗎 你就是閩南人來的後裔嗎 錯不對 要更負責任來去了解 到底我們的主席是怎麼的 很多追到第五代就沒有了 追不上去了 為什麼 曾經有一個童星 他就有一天告訴我 很高興的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我們家族經過爸爸他們去研究之後 確定不是從中國來的 因為他們的性只有超過不到五代 因為他爸爸都不知道他 他爸爸現在快90歲了 也都從來沒有在這個地方去研究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知道說老人家說是這樣就是這樣 他們沒有多加懷疑 是後來發現來到台灣民政國之後 覺得說不對 怪怪的 我一定要想我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後來確定很多都必須要面臨改變 確實有少數的從中國來的 這些做管理的官方管理的人 跟當地的拼捕族也發生了血緣關係 那確實有他們的第二代沒有錯 他們的後代是存在的 這也是事實 但是畢竟那是少人 第一批的假漢人有1萬多戶 1萬6人漢化 什麼叫漢化 講他的語言就叫漢化 有沒有 這裡有提到有沒有 1批的假漢人他們講何老話 火肉味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會講英文的人 一定叫做就是英國人 要不然你問美國人 美國人你是你們講英文 所以你們是英國人對不對 他一定給你扒回去 為什麼 我就是美國人還說我是什麼英國人 所以語言不能代表民主 一個人的民主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這個治理當局 用語言來認定一個民主 是因為他們內心的懼怕 為什麼 真相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是少數 他們就會是少數 因為畢竟從中國人來 中國來的 他當然有一個階段 最大一批是蔣介石的那一批 講北京話的 講這個所謂的普通話的 就是最後一批 那一批人真的是想要整個毀滅台灣的 他們原來的這個 有沒有 接受他們的生活方式 接受他們的語言 接受他們的宗教信仰 所以有相同的語言 相同的信仰 相同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就變成那個人了嗎 恐怕這個要思考一下 有沒有 過去第一批假漢人 為什麼 絕大部分來自高雄台南地區 成點狀 從南邊往北那樣 一直到了最遠 最遠有沒有 基隆 和平島 台北 金山 最難到恆春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什麼漢化種子分布那麼廣 怪不得台灣人會迅速變成漢人 這稱漢人的人 有沒有 到了正成功的時代 已經改漢性成為唐山城 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個有時代背景不一樣 時代背景不一樣 我們來看最重要的是 畫生方為首方 畫俗方為漢人 所以台灣的漢人是從生方變的 所以沒有比較優秀也沒有比較特別 只是一個政治的一個手段 讓他們成為漢人 有沒有 滿清稱呼所有不投降的台灣人稱為生方 投降滿清的為俗方 然後你願意當漢人的就變成那個啦 從俗方 因為熟方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要學會他們的語言 然後信仰他們的宗教 我們都一樣的時候 他才會去承認你是漢人 不肯漢化的原住民應該是漢人 這應該的啦 有沒有 這樣算來台灣人應該都是原住民才對 所以原住民它是一個分化的一個名詞 如果真的要照合過去日本時代 昭和天皇對台灣的稱呼叫高砂 高砂 所以在台灣原來的住民就叫高砂 高砂主人 高砂人 所以這個時候有沒有 他們更積極化身方為俗方 化俗方為漢人 這是一種 那時代背景 這是時代背景 有沒有 這句話可以證明了 這首歌證明了 當時為什麼 當時的這些平埔族 不願意再堅持自己的這個語言跟生活方式 而願意去接受 原因是當代你不得不接受的原因 我們認為是不得不接受的原因 是身翻殺人和人幼 手翻翻被唐人籌為父母者立其後 怕被身翻殺 因為當時的泰雅族非常的勇猛 還有布農族 他們有習慣性的獵人頭的習慣 也就是說像布農族 他有一個所謂人頭台 祭台 就是說專門 只要勇士你去山下獵人頭回來 你就是勇士 你就是勇士的那種文化跟習慣 所以常常跑到山下殺人頭 獵人頭的這些 住在高山的這些高砂族的人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下 因為這個 那時候台灣的那些官府 他們有自己的軍隊 常常有這些平埔族人 不願意成為漢人 有一天被漢人搶了他的土地之後 告上官府 官府卻判給搶的人 是因為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誰叫你不要當漢人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你不得不接受 因為你的財產全部會被人家 就是被搶走 被掠奪 分後來報導 這個是目前當局這個 直播館 直播館研究的這個年份 他們去研究得來的結果 為什麼台灣有那麼多民族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褲色 不同的那個 這個也是全世界很多學者 一直想要來這個地方了解的事情 但是偏偏在台灣這個治理當中 不願意在這個地方花錢 因為研究要錢 你要讓那些教授來去研究 他要肚子 除非有基金會來去贊助 否則的話 要不然你不願意給錢 你可以叫企業來去贊助 然後來抵稅也是可以 可是他們也不願意這樣做 就用他們的方式 那大概有這個幾個階段 都是五千年前四千年前 你看這邊有提到希拉雅族 以阿美族 希拉雅族就是台南一帶的拼圖族人 是千年前一來就來了 那當然他是錢 當然可能也可能超過一萬年 可能也超過兩萬年 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確定 因為這個還要更多 需要更多的經費來去做研究 除了這個讓我們知道的民族之外 在台中發現了一個4800歲的 台中阿嬤 安和遺址 我們在想說奇怪 為什麼同樣這個台灣 整個全島都有一些早期的這些 很早的人類就在那個地方居住 而且那個七部平地 更有適合人居住的環境 不像山區或者是東部 它比較沒有那麼好的環境 那為什麼那裡的遺址這麼少 為什麼東部一堆超過3000以上的一些遺址 石棺什麼之類的 整個東海岸幾乎每個村莊都有 每個部落都有那種死前遺址 那在思索的過程當中 突然間這個研究出來了 被挖出來了 也是因為建設 因為西部因為過度的建設 所以過去沒有研究嚴重的規定說 你只要發現到遺址 你就必須要抱到那個 那一般你只要發現重大遺址 就要停工 一停工對建商來講受不了 看脆有的就把他整個破壞掉 那這個很完整的把它保留下來 林佳龍這個是林佳龍 他說這個考古發現非常珍貴 代表台中的歷史不是漢人來台 開墾300噸 那奇怪他自己也承認 為什麼他不願意走正確的道路 很可惜 他走對了90分 但是剩下的10分沒有走對 也可惜 要不然我基本上 我們的歷史論述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唯一的差別就在於這個住民之節 有一些觀念必須要打開 他們才會懂 為什麼 他們或許懂但是他們不願意懂 可能就是為了政治利益 沒辦法 有人要墮落 我們也拉不起他 為什麼 因為他享受 他是既得利益者 不可能去放棄 即便他知道他也不願意放棄 到時候再說吧 這裡當局結束了之後 我再投靠你們也沒關係 可能這種心態 這種 這個僥倖心 我想台灣有很多這種民主性 這種民主性 就是西瓜 西瓜多大便有沒有 看到你好我就往你那邊靠 他們可能也在等 因為曾經我們也得到這樣的消息 就是說在六都的一個首長裡面 有一個人就打電話到台灣民政府 就再問你們的進度怎麼樣 表示說他們也很清楚 但是這個時候不能講 因為現在在治理台灣的還是中華民國 雖然說他有一天要結束 只是這個結束的時間也太久了 70幾年了也該結束了 好有沒有 今碳14年代檢測 認定為4800年到4000年以前的遺固 是目前台中發現最早的時間 只有台中有嗎 你們認為會只有台中有嗎 我不認為啦 應該像台南高雄一定更多這種的移植 只是他們太早被開發 被破壞的情形比較嚴重 比較嚴重 有沒有 台灣的原住民他們有一個共通的原住 即使是平卜族也是一樣 他們把自己的族群稱為人 比如說像Diane 人的意思 Buno 人的意思 都是人 到了這個阿美族 特別啦 Amis 它不是人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說來自北方的人 有沒有 這是悲南族對他們的稱呼 因為悲南族問說 Nani 主要幹嗎 Nani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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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是說我們從 他們說你們從哪裡來的啊 阿美族回答說我們是來自於北方的人 那事實上阿美族人稱自己為綁炸 也是人的意思 台灣族也是這樣 是白碗 白碗 第十百碗 有沒有 這台灣 不是只有東部有高沙 那個原住民高沙族 西部都有 只是這個西部的人就是怎樣 環境因素 因為你這個地方太接近了 那個部隊都可以達到這個地方 所以很容易 因為這樣的這個背景會改變 因為太久了 時間也太久了 經過一兩百年這樣子很快 大概自己的腦袋也被洗掉了 這個是日本實際領土狀況有沒有 波羅摩沙島條約取得後的 好 取得前有一個義勇 義勇線他們畫出來 這個義勇線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 這個縣 在1872年的時候 1872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琉球人到中國朝貢之後 經過這裡 將有66個人因為海這個風浪 到這個地方避難 結果這個是屬於排灣族的這個領域 所以排灣族說 好啊 那你們這樣歡迎你們上來 以言不通 結果以為這些琉球人要對排灣族不利 排灣族的人就全部把他們殺光了 剩下逃出來的有11個 11個人就跑到黃村前面去求救 說我們被上面的這些高殺主人給殺了 然後這件事情就報到日本 日本帝國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就針對這些殺人事件跟大清帝國的朝廷 提出了一些抗議 說你們必須要找出這個兇手是誰 所以朝廷知道了這件事情 在強大的壓力之下 不得不針對這個事情來做處理 所以就派人來到這個地方研究 發現這一條線以西的才是大清帝國所承認的 墾子的這個區域 他們在那邊開墾 那這個問了那邊的官員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制止這北山區的這些排灣族人 他們回答說這一個線以東是化外之地 在化外地 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講就是不在大清帝國的管轄範圍內 因為這邊的人都很強悍 因為天閒就是自然的那種防疫的功能比較好 因為在高山 而且讓當地的人熟悉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要從這個地方打進去非常困難 所以一直打不下去幾百年下來都打不下去 所以一直到了日本這個琉球人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沈寶貞就跟陶朝廷講說 我們是不是要開山府番 結果他開山府番的方法是這樣 非常的好笑 他從這個地方上傳 到了這個地方就指著這個地方說 這個是大清帝國的宣稱 就是中國人喜歡宣稱 南海是我們中國固有的領土 釣魚台是我們中國固有的領土 用宣稱的 很多就是那個謊話講了一百遍 人家就以為是 事實上現在國際間不吃他那一套 國際間有一套對領土認定的方式 不是說你軍事武力強大 你就可以用搶的變成你的 然後去改變那邊的人的 透過教育來去改變他們的這些思想 跟他們的語言 不是 不是這樣子 國際間已經有一套大家都會遵守的 否則的話 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美國會出手來自治 出手自治 你看像俄羅斯不是侵犯侵了 那個克里米亞烏克蘭 烏克蘭非常生氣去找了美國找了北約 就聯手了制裁俄羅斯 搞到俄羅斯窮到不行 窮到沒有錢去打仗 那一次去中東去幫西利亞打 也是跟中國借了五千億的美金 五千億打完了 因為他不是一直打中天報 戰斧飛彈 炮彈一發黃金萬兩 不是開玩笑的 好 這個是台灣的整個 那台灣很多人比較沒有辦法通的原因 也都是這個 因為有一個條約叫做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簽署以前 台灣的這些早期的這些部落的主人 如果能夠整個統一起來的話 台灣就在那個時候就可以宣稱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惜我們的祖先並沒有把握那個機會 並沒有把握機會 因為過去是部落自主 每個部落一個一個成點 點狀的整個面 但是每個點狀的這個部落 並沒有統一起來 形成自己的政府 沒有 所以那個實際 如果在馬關條約簽署以前 台灣地區已經統一了 高山的也好 平地的也好 全民認為我們要成為自己的政府 我們要組建我們自己的國家 就在馬關條約簽署以前 都還來得及 也就是說我們要先 成立自己的一個軍隊 來把這些從中國來的這些漢人 中國的這些官兵 把他打敗趕走之後 在這個地方 統一了整個台灣之後 就可符合聯合國成為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的一個條件 那問題就在這裡 我們跟這些獨派 或者是民進黨 論述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 他們不願意承認馬關條約的存在 在國際間 簽署國與國之間的條約 是沒有所謂的我要修改或廢除 沒有這回事 我跟你有了一個買賣交易 結果發現說 你買了之後你賺了更多錢 我可以 那個賣的人可以反悔嗎 不可以反悔的 那是永久的契約 買賣契約就是永久的契約 不可能說 我賣了這個土地 是我反悔了 我可以 或者是我強大了 或者我有錢了 我要撕毀這個約定 是不行的 一樣馬關條約也是一樣 馬關條約裡面簽署的就是 因為中日交友戰爭 日本打贏了 有戰爭賠償就要求中國 這個大清帝國說 你必須要賠償我的戰爭損失 所以你不賠錢就要割地 這個叫賠款 所以在那個時候簽了三塊土地 當初簽了三塊土地 就是遼東半島 朝鮮半島跟台灣島 這個交友戰爭跟台灣什麼屁事 沒有關係的事情 為什麼朝鮮半島的事情 要把台灣拉起來 那個時候割浪出來的時候 台灣本來沒事的啊 那是朝鮮半島發生了 有親日跟親中的那種 結果這個日本打贏了中國 取得了這個朝鮮 取得了遼東半島跟台灣島 朝鮮半島跟台灣會連在一起處理 一直到現在也是一樣 一直到現在 一百年下來都跟朝鮮半島牽扯到關係 所以北韓這樣一天到晚鬧事 跟台灣什麼關係 總是覺得朝鮮半島跟台灣 就一定很奇麥莫名其妙的 產生連動的關係 現在美國在處理這個亞太地區的事情 也是一樣 奇怪整個都要把它連動 這個現在連得更遠 連到南海去了 好 馬關條約第二條 確立了日本對台灣的地位 日本對台灣的地位 這個時候得到了一塊土地 我要經營它 我們要投資它 你要經營它就要投資它 所以日本投入了很多的人力 投入了很多的軍人來到台灣進行 首先大家去開始做勘察 去了解到底這個台灣島裡面 有哪些種族 有哪些整個勢力跟集團 經過了好多的時間 一直到了1915年 你看到的這一塊圖就是1915年 日本把它畫出來的一個地圖 台灣的地圖 那時候這條線並不是他們可以掌握的地區 為什麼 當日本帝國取得台灣之後 他們以為是整個島嶼 因為條約裡面是寫整個島嶼 但是實際上來的時候 這邊的人不願意認同大日本帝國 那些高沙族 就發生了抗爭 開始做抵抗 就跟日本這一些做抵抗 就發生了150幾次的抗日的行動 所以呢 日本帝國取得了這個土地 不好好的經營 不好好的去使用它的資源 那我這個就不叫做戰爭賠償 這個就不屬於我的利益了 屬於我的利益當然我 裡面它必須要回饋我很多一些資源嘛 所以這個時候日本帝國就不得不 在這個山區這個地方的這些人 必須要跟征服他們 所以進行了第二次的征服的動作 那所以這個動作 這些高沙族不是省油的燈啊 那時候雖然日本的這個武器非常先進 沒辦法 這個因為地形的關係 幫助了原住民能夠抵抗他們 所以就發生了很多這樣的抗爭活動 好 經過這樣的一個征服之後 最後到了1937年 統化時期到了1945年 荒民化時期 37到45年 這個8年的時間 因為這個時候西部的這些 平埔族的那些所謂的漢人 就跟日本人建議說 我們同樣都住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們日本人就有特權 你們讀的學校叫做日本學校 我們學校叫番童學校 為什麼 如果你認為我們是你們的島民 台灣人是你的國民 那你應該我們的 他說我們應該 台灣人的這個權利 應該要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所以到了1945年的時候 4月1日 昭和天皇就頒布了一個詔書 將台灣人民納入 成為日本帝國的這個憲法 那個實施的地方 憲法實施的地方就表說這個土地 是屬於日本帝國的法定領土 那有趣的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這個治理當即 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把台灣澎湖 列為中國的憲法領土 這個很有趣吧 所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 事實上蔣介石那時候也承認台灣 不可能回到他們中華民國手上 從條約裡面可以證明 就新三條和平條約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說 台灣本土已經割讓給中華民國 沒有這個條約 要否則的話請他們拿出來 你不要在那邊一天到晚 宣稱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他拿不出證據來 總不能說這個土地我強佔了 雖然那個地主打不過我 但是土地就會變我的嗎 不會 在國際間不吃你這一套的 所以中華民國一天到晚說 要到聯合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你要在哪裡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嗎 你在外國領土可以成立自己的國家嗎 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WHA 蔡英文的這個政府沒有辦法進去 也不難理解就是說 他們對台灣是沒有任何的權利的 因為治理當即的意思 在國際間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治理當即 什麼叫治理當即 因為土地不是你的 你被征服者委託代理管理台灣的這些事物 還有人事物 經過了1941年宣戰 這個二戰 台灣的那個悲慘的歲月就這樣開始來了 那個時候向日本宣戰 蔣介石是誰 蔣介石不過就是一個退下來的一個軍法 他組建了一個國民政府 他自己的國民政府 一個不被承認的一個政府 怎麼樣向一個主權國家宣戰 就一樣嘛 中華民國你現在 你說我要跟海牙法庭申請 說南沙群島是中華民國的 誰理你 沒人理你 因為你根本不符合資格 更何況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軍隊 如果再繼續存在的話 都是違反國際法 因為根據美國對恐怖組織的認定 你不是國家 你不是合法的政府 但是你擁有可怕的武裝力量 那個在美國的認定叫做什麼 恐怖組織 他跟ISIS一樣 伊斯蘭國是一模一樣的 他不是不被承認的 因為伊斯蘭國說這個土地是我們 我們透過武力佔領了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建國 是這樣子嗎 不是 所以中華民國為什麼今天不敢講的 他只能在那邊騙台灣人 說我們是國家 我們是國家 現在要把中華民國 他們有一批人說要把中華民國 把它塗掉 改成台灣 難道改名你就不是中華民國嗎 你還是一樣啦 所以那個換湯不換藥 所以李登輝當時就已經做過這件事情 搞兩國論嘛 你叫中國 我叫台灣 兩國論是你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叫中華民國 行得通嗎 行不通 到了他的土地阿扁的時候 好 你認為中華民國會引起兩個中國 沒有關係 那我就叫台灣 你叫中國 承認你是中國 但是你要承認我台灣 誰立你 人家不理你 也行不通 今天蔡英文來了 蔡英文來了 你到底想玩什麼東西 她說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就是台灣的災難 因為這些人用不合法的方式來治理台灣 是不行的 因為台灣人已經發現了真相 他必須要告訴全世界 美國人常常推卸責任說 你們台灣想要自治 你們台灣人必須要有共識 欺人美國人一起來模糊台灣的地位 美國人說實在有時候是最壞的 當然我們尊重你取得利益的這種期待 但是也不能去迫害他國人民的人權 畢竟台灣對美國是外國 中華民國對台灣也是外國 1945年事業完成了 1945年8月15日 所以台灣的悲慘命運就從這個8月15日 日本帝國的皇軍 在東南亞一帶都存在都還在 而且打得不錯 控制得很好 在緬甸 在越南 在馬來西亞 印尼都控制得很好 結果美國跟那些同盟國 中美英書 他們就在開羅開會 他們在普世黨開會說 日本人你們如果再不投降 我們就要用我們的殺手劍 所以美國人日本說你們有種打我們 反正我們精明一心 那時候效忠皇軍的天皇的那種精神 非常的強烈 美國人都怕了 說這樣再打下去 對美國來講不會有好結果 為什麼 終究如果戰線拉得更長一點的時候 美國會受不了 美國的國會可能會結束這個戰爭 不要再參戰 像那個越南一樣 打不下去 美國就把它撤回來了 好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美國就淘加坡 用了世界上從來沒有用過的武器 兩顆原子彈就丟到了這個廣島跟長崎 導致幾十萬人死亡 第三顆準備要丟到東京 丟到皇宮 天皇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就嚇了 我們接受你們的那個 我們接受你們的那個那個 談判 那就進行談判 所以就在8月15號 在緬甸在越南的這些黃軍 他是日本黃軍 台灣軍 稱為台灣軍 他們還在那邊打的控制得很好啊 突然間說你被叫回來 所以你們趕快回來了 天皇已經宣布投降了 他們就發聲就算了 就回去了 所以淘加坡這個偷吃部 美國人偷吃部丟了鹽子彈 改變了第二次彈 因為他要縮短這個戰爭的時程 縮短 確實有效了 日本人確實是比較文明的國家 他遵守法律 只要定了契約之後 他們絕對會遵守 一直到現在也是這樣 一直到美國最近跟他講說 你們可以主張了 你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去解除我們對你們的封印 就是說他們封住了很多他們日本的一些重要的關鍵 比如說邁克阿瑟那時候1945年 就把日本的法律修了兩條 一個第四條 一個第九條 第四條 將天皇的權力從政治上把它把它升起來 就是把它架空 第九條就是日本必須是一個沒有軍隊的國家 所以引起他們有小小的自衛隊的編制 美國人在這幾年發現中國經濟擷起之後 發現中國人並不像日本人這樣這麼守規矩 這麼文明 他們還是停留在1830年 拿破崙時代的那種野蠻的戰爭 以為說透過殺人 我的殺人的這種技術比較好 我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用掠奪的方式取得 在歐美國家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從那一點可以知道 就是他們佔領克里米亞的時候 歐美國家同聲的譴責 而且這個制裁一直維持下去 並沒有因為這樣子改變 即便是馬克宏法國總統 當選了又怎樣 一樣他還是很堅持說 你們的這個行為就叫做侵略 就叫做侵略 所以同樣的事情 在台灣 在亞太地區 美國為什麼大費周章 他們即將在2020年以前 要把60%的兵力移到亞太地區 60%到目前為止 根據上次歐巴馬時期的國防部長卡特 我記得說在兩年前 在兩年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已經超過了35萬人 經過了一年多之後 我相信他的人口是成長的 60%的軍力 空軍跟海軍的軍力 陸海空的空軍力 如果都移到了整個亞太地區的時候 那會是多少人 非常多的人 那這些人總是要有一個地方駐紮 那他是不是需要找個地方來跟人家談 現在菲律賓不配合 日本沖繩也不高興 韓國也一天到晚搞民主 然後想搞自己當主人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們沒有能力 沒有美國的韓國很快會被北韓吃掉 因為北韓是不野蠻的國家 他才不跟你講什麼民族 不跟你講什麼那個不會 所以這個韓國人有時候 南韓人有時候說實在 我們只能講悲哀 因為真的是要自己要考慮 你自己的實力在哪裡 不要以為今天我的神聖世界都可以賣 我就很厲害 不是這樣 沒有美國在後面撐腰的韓國是不可能的 如果日本沒有跟韓國連在一起 北韓早就打進來了 不要自以為很厲害 一樣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本來就不應該有軍隊 照理講美國的駐軍就應該要在台灣 這樣才符合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精神 因為畢竟你是佔領者 要不然你就把佔領者拿給中華民國 可以嗎 這種東西不能撕底下 別人的土地怎麼有你們在那邊 私底下在那邊那個 所以今天 今天中華民國再怎麼樣 他只是一個代理 佔領全國並不是他 所以他的權力是有限的 所以照一個治理當局 不應該有國防跟外交 國防外交是這個 治理當局不能存在的這個 可是他又騙國防部 又什麼外交部 請問你這些外交部在幹什麼 他能夠做外交的事情嗎 你們看過我們的外交部長參加了 什麼世界各國的有關外交的事務嗎 沒有 都是來領贏那個薪水的 都是榮源 蔡英文不是講說 廢掉監察宴是我們民進黨的宗旨 那你到現在你為什麼又把11個人 把它補提名進去 不是一個很矛盾嗎 那你嘴巴講那樣實際上你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那這裡面其實凸顯了很多事情 我們只要仔細觀察就知道說 原來他們在幹什麼 為什麼 這一些當初支持蔡英文當選的人 他們需要工作 他們需要賺錢 結果一當選之後放出了二十幾萬 四十萬的這些工作缺出來 當然這些人就因為他蔡英文當選之後 要開始回饋給他們了 這裡有一個9月2號 這個也就是台灣為什麼被中華民國統治的原因之一 最開始就是這樣 要不然憑什麼中華民國可以派軍隊來到台灣 就是因為透過日本天皇投降之後 同意盟軍的軍隊可以進入到日本領土執行 軍事占領的動作 所以邁克阿瑟將軍透過杜魯門總統的這個命令之後 頒布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命令講屆時在越南的北部跟台灣群島跟澎湖群島 怎麼樣呢 進行軍事占領 不是割讓齁 這個軍事占領跟割讓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在這個地方為了防止日本的軍國主義再復辟 所以控制了這個區域 軍事占領是控制這個區域的意思 避免你再用武裝的力量來去推翻這些軍事占領者 所以台灣的命運從這個地方開始走到悲慘的歲月 所以陳怡的部隊來到台灣第二年就開始殺人了 有了228事件發生了臭序的白色恐怖 死了很多人 非常多了 之後1945年10月25號盟軍分配佔領台灣軍事佔領日 中華民國這一些統派的學者就是說 那個時候是光復節 根本沒有光復節這件事情 台灣人怎麼會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中華民國在1912年成立為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成立了 那時候的台灣在幹嘛 在台北地區辦了什麼 冰淇淋世界博覽會 那時候的台灣人是日本人 是日本國民 我的父親 我的阿公都是日本國籍 因為他們都取得了日本的姓名 我們的家 這個日本姓叫做大理 那既然我的父親 我的祖父都是日本人 怎麼可能日本人生出來的孩子 變成中國人 這個我們要去思考 這也是今天 明天台灣民政府遊行最主要的訴求 美國法院告訴日本說 你們必須恢復台灣的日本國民的身份 為什麼 就金山和平條約有證據 台灣島民就是日本國民 就金山和平條約的 第四條 第二條寫得清清楚楚的 這個部分1949年 這個我們就不加以追溯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停太久了 一直到了最後1952年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條約生效之後 台北條約才可以簽署 因為8月5號是台北條約生效日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台北條約的位階 跟舊金山和平條約的位階 它馬上就被辯認出來 為什麼 舊金山和平生效前 台北條約是不能生效的 因為這個簽成到領土裡面的這些權利 不能說因為你已經放棄了這個權利 你不能說一棟房子我可以兩賣 可以嗎 不可以 房子你只有一個權利 你這個房子掉了之後 你不能再賣V 那個就叫什麼炸欺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把權利交給了 主要佔領全國美國 所以這個時候的台北條約 美國就要求中華民國跟日本說 你們來簽一個台北條約 因為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第六條規定 可以允許日本跟別的國家簽雙邊條約 他就符合這個條約 一直到1972年 中華民國從聯合國被提出來 他失去了主權獨立國家的這個身份 美國也不 到了1979年也不承認他是個國家 他也不承認他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所以因此在1972年日本就廢除了 取消了就廢除了這個台北條約 所以台北條約他不能超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顯然是美國叫蔣介石說你們去簽 那那個時候的立法院 中華民國立法院說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嗎 葉公超那時候的外交部長就直接坦然的跟這些國會講說 世界的局勢很難說 但是目前台灣還是在我們的控制當中 他只能這樣我們的控制 確實他用軍事的力量武裝的力量來控制了台灣 到了1954年中美共同防疫條約就簽署有效了 這個時候中美簽署共同防疫條約把金門馬祖 台灣澎湖切割出來 切割出來之後 毛澤東說 對啊你們保護的只有台灣澎湖沒有金門馬祖 就發生了民國48年的823炮戰 是這樣啦 因為我的領土我為什麼不能打 所以將近50萬發的炮彈就打到金門 最後還是被我們沒拿到 是因為美國在台灣海峽 這個也很有趣 這個美國的運輸艦就在台灣海峽中間那邊 就在Standby 然後透過小船運到金門 中國一看哇不是辦法 最後就不打了 一直到了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是因為中華民國是被美國承認的一個國家 他是被美國承認的一個 被承認的中國的代表 一直到了1979年 美國的這個中國政策改變了 他們認為我們去承認這個在外國領土治理的這個中華民國 而不去承認實際控制了大中國的中國共產黨 所以在那個時候美國就不得不在國際壓力之下 就轉而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合法代表 那中國共同防疫條約因為不能再延續下去的原因 是因為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國家 不再被承認了 所以條約必須是國家國家才會被國際承認 那你不是國家我怎麼可以延續這個條約 所以這個條約就會廢除 那接下來取代的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 其實台灣關係法對台灣人也不公平 因為日本國民這個台灣島民適用的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除非這個法律裡面不衝突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話他們就可以做 所以我們認為不能因為 從中國來逃來的難民來到了台灣 你們美國一直要站在他們的立場 忽略了台灣人的基本人權 索性台灣民政府的秘書長林志森博士 他是世界上前十大的國際法專家 把這條路這個真相找出來 但是這個真相讓這些自理當局的這些當權者 這些利益這個既得利益者不願意 當初這一本書《新台灣人》做好之後 告訴了 就跟李登輝講說 好了 我已經做好了 我們可以發行了嗎 李登輝說 慢慢的 先不用 為什麼 因為他的利益 絕對會受到影響 結果這樣的利益一直延續了幾十年 你看 我是希望李登輝可以早點死來 要不然這個會延續下去 台灣人的眾民眾老百姓會悲慘 不是要詛咒他 而是說因為你的復辟導致台灣人 有些他的徒子徒孫會延續他的路往 我們應該要走一個正確的道路 他不願意因為他一直在享受這個利益 所以《台灣關係法》生效之後 是保護在台灣的中國人 美國就跟中國嗆聲 這個小老弟是我在照顧的 你不要在那邊亂搞 你敢打他就是在打我 所以中國不會冒然要去打台灣 那個機會不大 除非他已經強大到可以跟美國對抗 事實上他要再等個二三十年看看吧 除非他的經濟持續在那個高點上 如果他的經濟也沒有在那個高點上 一樣他還是會結束這樣的一個 跟美國競爭的力量 所以美國也清楚知道 現在全世界唯一可以抵抗美國的勢力的 只剩下就是中國了 所以美國必須不能延續持續中國這樣的強大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斷然措施 所以在2020年以前 他必須要把中國必須要做處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像蘇聯解體的狀況這樣 我相信應該是差不多 好 來 我們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4月1日生效之後 台灣成為日本帝國法定領土 台灣人成為日本國民 但是台灣人成為日本國民的權利跟義務 就會出現 那什麼是權利 權利就是參政權 所以台灣人就有幾個代表到日本帝國大會 那個國會參加爭取對台灣人的權利 但是你有了權利也要有義務 就是要有效忠 效忠天皇 那台灣人就可以成為合法的台灣軍 有沒有 效忠天皇成立帝國台灣軍 我怎麼樣去表示我們對天皇的忠誠 所以為了要有一個比較象徵性的對天皇的效忠 天皇不能一天到晚來台灣 就只好在各地設立了神社 說我們結婚的人就會去神社那邊 在那邊急功 這個表示敬意說我們願意效忠天皇 所以這個台灣人就具備了這些權利跟義務 那時候的台灣人民就具備了公民 並具備權利與義務 好 舊經商和平條約裡面 23條確定了美國對台灣的關係 也就是說美國跟台灣到底怎麼發生關係的 就是這個舊經商和平條約的23條 舊經商和平條約生效以前台灣還是日本帝國的主權 那個主權都在日本帝國的手上 一直到了舊經商和平條約簽署之後 有一部分的權力管轄的權力 就全部到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時候台灣就發生了佔領者跟被佔領者的關係 所以美國人跟台灣發生的關係叫做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可是美國人又不願意親自佔領台灣 他就找了一個代理人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事實上美國人也很清楚 當蔣經國接任了蔣介石的位置的時候 美國人就告訴蔣經國 我們是守承諾的國家 我們當初承諾的是你的父親蔣介石 你蔣介石去世了 你不能延續他的這個承諾 我們只承認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已經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對美國已經沒有任何約束力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權利事實上美國都把它收回去了 收回去了 好 有沒有 中國跟台灣發生關係就是 這個台北條約 這是第二次 因為要換約 因為第一個約是什麼 就是近視佔領 就是這個麥克阿瑟的命令 那是第一個約定 准許外國的武裝力量進入到日本領土 第二次就是台北條約 就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到了8月5日台北條約生效 得以讓蔣介石的軍隊在台灣橫行 還做了一些違反國際法的事情 因為他讓台灣人效忠中國 中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怎麼可以向敵人效忠呢 這個就違反了國際法 待會我們有資料給那個 好 我們加快速度 日本要經營台灣 有一個馬關條約 這個我應該有沒有看過 這個藍字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來 我們一起唸好不好 藍字的部分 來 一本唸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定立合約 問 誰跟誰在簽約 可以告訴我嗎 誰跟誰在簽約 黃帝跟皇帝在簽約 對 皇帝跟皇帝在簽約 所以權力是誰的 皇帝的 因為皇帝就代表日本帝國 好 這裡提到的是 定立合約 它是一個和平的條約 有沒有 比兩國齊齊成名 重修平和共享幸福 杜絕 分來之端 有沒有 所以也沒有說 日本竊戰台灣50年 有沒有 沒有 那個都是 創造出來 杜撰出來的 假 假的這些信息 這個也是中國人的學者 台灣的中國學者 編出來的這些反日的那種語言 好 台灣讓於日本 有沒有 中國管理下開 這個重點是永遠讓 不是這才是重點 話再多 五個字就可以解決 台灣永遠變成是日本天皇的 條約不會改變 天天這個條約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並沒有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而取代 為什麼 因為日本這個 招和天皇在1945年4月1日 這個頒布這個造書是有效的 為什麼會有效 是因為1945年9月2日 天皇又頒布了一個 他就又投降之後 讓9月2號的這個投降 這個在秘書里建簽署了這個投降書 從光潔代表了天皇來去簽這個 回想書 那讓這個同盟國可以介入日本的領土 介入日本的領土 好 那個時候日本以日本 台灣永遠讓於日本 這邊有兩個島 一個叫台灣全島 跟後面的附屬島嶼 第二個澎湖列島 為什麼要特別把這個提出來 意思是什麼 也就是他們在割讓這個土地的時候 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在那個以前 澎湖列島跟台灣是不同的兩個島 所以從這邊可以證明 澎湖不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讓大家知道這個知識 澎湖不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是另外獨立的島 那現在的台灣是這兩個 台灣澎湖 在台灣關係法的台灣 美國把它定義成台澎 這個大家有概念 所以很多人都搞錯了 台灣澎湖以為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不是 是不正確的 好 這個我們就帶過了 武力政府高沙走剛提過 研究民抵抗 因為老人家說 你們 我們好好的在這裡 部落是部落自主 這個部落是不能去管到另外一個部落 那你只要超越了以和為界 那個海也是一樣 以和為界 你海這一邊 你們部落的人不能來 那個土地的另外一邊 這邊部落的人不能來 要不然會打起來 所以幾千年下來 就制定了一個遊戲規則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問題是這裡有提到 有沒有 剛剛我們看過馬關條約 寫得很清楚 台灣的這個主權 已經到了日本天王手上 佛摩沙島內的高沙地人 自日本帝國取得台灣之後 未曾服從過 就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聽你們日本的 就抵抗 就發生了這個 那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他們取得了這個土地之後 他們認為義勇縣以東的 還不在我們的政府的範圍內 所以他們就持續征服了 持續征服了 征服了十幾年的時間 有沒有 國家對此叛逆狀態 身犯擁有討伐權 身殺餘奪為我國家處分的範圍內 因為日本人就問 美國人對應得安人的這個經驗 研究之後的時候翻地無主論 身犯不計國際法人格之法力地位 我剛剛講過 我們台灣過去我們那些祖先自主 我們管好我們自己部落之後 別的部落不要管我 就沒有統一了整個台灣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不能講說 有一天有一個研究生問我 我就問這個研究生說 請問一下台灣是台灣人的嗎 他們講啦 聽啦 想了好久 想不通 到底是不是他不認為台灣是台灣人的 最後他的答案是什麼 台灣是原住民的 但是這邊告訴我們 身犯不計國際法人格 一個部落主體它不是一個整塊的 所以你就不能主張主權 要不然原住民來申請獨立就可以了 對不對 是不是就符合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部分 那時候在日本時代 就已經處理掉了這個問題了 然後武力政府高砂族領域 這個就是我們 我講兩個就好了 一個這個是七角川事件在花蓮 然後最後是和解歸孫儀式 最後在這個地方辦和解儀式 這個兩個碑都還在 日本時代就建立的 就在這個地方 最後日本開出了三個條件 要不然你就離開這個地方 第二個 要不然你就投降成為臣民 第三個你就殺到一兵一組 所以賽德克巴萊有沒有 賽德克巴萊這個事件 物色事件 就是戰到一兵一組 他說如果你們不願意放的話 你們全部要被殺死 所以那個時候賽德克巴萊就告訴租人說 我們回到祖林地 每個人都在祖林居住的地方 吊死吊死 自殺的自殺 這個可可革氣的這個故事 所以這個事情在1930年爆發 所以整個對台灣整個征服的過程 歷經了非常長的時間 一直到了1930年才結束 才結束 完全的結束 日本從此就完成了 統一台灣的這個歷史任命 有沒有 投資台灣不是說說而已 1904年到1944年 台籍的在台灣島民 整個受教育的比例已經達到171億 到了1945年才超過了80 跟日本已經很接近了 那個時候可能也就沒有翻同學校了 就整個都變成大家 因為大家日語都可以通了 就比較通了 好 繼續 有沒有人認識這一位 有沒有 不認識了 應該是不認識了 好 這一位 知道了吧 這個現在現任天皇 名人 金上天皇 那這個是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對台灣 我們講過 你怎麼可以對我的國民 把它稱為蠻族 就是他說的 昭和天皇 他對台灣真的是 他親自來過台灣 他還在當太子的時候 做了十幾年的天皇就死掉了 那現在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先看 所以你們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這個人叫做神武天皇 公元前660年 75年 這是第一任的日本天皇 天皇體制在日本已經2600多年了 2600多年了 一直延續在下去 所以日本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化 跟一些那些企業 你們知道全世界最悠久的企業在哪裡嗎 在日本 最久多少 1400多年 1475年 這個企業叫做金剛組 他們專門在做寺廟做一些建築的 那全世界最久的飯店也在日本 1000多年 那每年一過了之後 在日本都會增加一家超過1000年的這個店 每年都會增加 那超過300年的一直會增加 那個數量會更大 所以在日本光是超過100年的這個企業就有10萬家了 其實我們去思考 不是要去跟腳踏比較久還是怎麼樣 不是 重點是日本人為什麼可以維持這麼長的企業 表示這個有這個天皇體制 他是尊重老百姓的這個權利的 他不會去掠奪你的那個資產 不像中國人一來隆中外 都是掠奪 我們在東部有很多土地就是這樣 我要就直接搶了 要不然就用隨便那一個莫須有的罪 你犯了這個罪 把你關起來 這個土地就變我的了 中國人就是這樣 像土匪沒什麼兩樣 強盜跟都是這種行為 好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這個日本的天皇 在憲法規定 有沒有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案例 1912 1912 1926 1926 1989 1989 掛了才計程 那現在日本要修憲 因為他在去年告訴全世界說 我身體不好啦 我要生前退位 日本是沒有可以生 不是生前退位 是駕崩之後才可以繼承 我要生前退位 為什麼 因為你要生前退位必須要休閒 因為日本是去世之後才可以繼承 有一天啊 他爸爸講了之後 他的兒子 那個德仁太子 就說 我已經準備好當天皇 事情不會無緣無故啦 日本這個算是罕見啦 這個 為什麼 他講了一些 他的講話裡面有一個重點 他說 明人天皇 他說 戰後七十週年 這一大的節點已經過去 明顯 明顯將這一年為止為四為節點 你們看得懂嗎 戰後這個節點已經過去 意思就是說 他 德仁 德仁太子的繼承 他將要做 七十年前 戰後 一直模糊的這些土地 跟那些臣民 必須回到日本帝國的整個統治範圍內 所以他們要修憲 而且這個修憲 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地方就是 為了這個德仁太子 他要在跟他們生前退位之前 他要繼任 日本就必須要修憲 將這個第四條修成 把它修掉之後 將這個人 這個天皇 未來的天皇 當天皇之後 跟他的爸爸不一樣 他的爸爸當天皇是被修憲的天皇 那這個天皇是會修回來 他的權力又回到他最高 最原本的地方 為什麼 修憲的第一條 他就要將他的位置提回到日本的元首 所以未來日本的總理可能就變成是首相 又回到首相的那個體制裡面 現在是總理 安倍總理 安倍總理 可是很多在很多的名詞裡面都還是寫首相 實際上他是做總理的事情 所以安倍晉三要針對這件事情 有沒有 這裡有提到 有沒有 三權之長及皇祖成員 組成皇室會議決定後定為政令 好 這裡有提到 有沒有 兩院議長就是參眾兩院 首相就是安倍最高法院院長跟皇祖成員來皇室 然後成為政令 就成為整個日本法律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看得懂 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因為當這個德仁天皇 他成天皇之後 他2019嘛 這裡提到2019 1月1日退位 就是他說不用鋪張 不需要鋪張 但是他有一些事情要做 就竟然和平條約把所有日本的領土把它肢解 給人家佔領 佔領太久了 必須要還給日本 要恢復 如果你們不願意恢復 那請你們至少產生新關係 產生新關係 所以如果你沒有產生新關係的話 那這個這樣子一直模糊下去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修憲對台灣來講 就具有意義 為什麼 70年前的台灣是誰的土地 是誰在 是誰的國民 台灣的是誰的國民 是他的國民 日本這個名人天皇的國民 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有一次這個 柯文哲也消費了這一段 黃敏這一段 黃敏是誰講出來的 是中國人講的 這個中國人是誰是 郝伯春講的 林戰也跟著講 郝伯春說 你們這些黃民 他們也承認 這些台灣島民是日本黃民 所以這個關係是存在的 只是台灣人把這個中國人 漢人混淆了 因為說我們到底是什麼 就搞迷糊了 好 再來 我們加快 這個部分我們就 我講這個部分好了 有沒有 安藤祥書名言 跟曼帥 而非開羅投降 也就是說 日本只向盟軍投降 並沒有跟中華民國投降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搞錯了 中華民國是被拯救的區域 可以說是被拯救的國家 他根本沒有能力打日本 怎麼可能抗戰勝利都假的 騙人的 被救的就被救的 不要把自己講得很像很了不起 一顆子彈都沒有打到台灣 怎麼拿 如果真的是把它分成比例的話 95%以上的這個軍隊 都是美國派的 如果按照這個股份比例的話 照理講都是美國的 英國也沒有 你們認為英國有在台灣 或在日本的所有的領土裡面 有佔一杯桿嗎 沒有 對不對 你們看到英國的角色嗎 在這個日本的領土裡面 沒有 俄羅斯沒有 他只有在北方四島佔領而已 為什麼中國人一天到晚 跟我們在那邊糾纏 莫名其妙真的是 有時候 那這個地方有幾個 我們可以那個 所謂安藤不可能把台灣 也就沒有所謂的祥述了 不可能有 都已經跟能軍投降了 還要再做第二次投降了 沒有 而且這個投降不代表 這個主權移轉 主權移轉必須要做過條約 好 你佔領了 你是佔領者 你是代替盟金來佔領台灣 根據海牙公約規定 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是萬國公法 全世界都要遵守的一個鐵律 可是國民黨卻顛覆現狀 1946年元月 強迫台澎人民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天啊 我的老天兒 台灣人什麼時候是中華民國國籍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台灣人是什麼 日本國民 要恢復也是變成日本國民 怎麼會是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大家在思考 從來就不是中國人 怎麼變什麼還 我也沒有申請過中國國籍 按照聯合國的規定 國籍是要自願 更何況這是一指命令 行政命令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國籍 即便你改變了也無效 因為這個不會發生效力 因為你怎麼可以讓一個外國人說 你今天我一開始 我用命令你成為我的國民 不能 你不能用一指命令來廢除人家的國籍 所謂台灣人的國籍還是日本國民 日本國籍 有沒有 這個是盟軍啊 這個就是秘書旅建啊 有沒有 崇光奎 他們在這個地方簽啊 怎麼又不是在跟中華民國簽啊 不是啊 那只是共同簽署而已啊 所以我們不要被這個搞亂 好 台灣人把天皇給消滅了嗎 天皇不存在嗎 他存在啊 台灣人怎麼消滅台灣 有這件事情嗎 從來就沒這件事情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裡面 有一個很關鍵的概念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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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蔣介石打電話給他 說 台灣的法律地位 以主權在對日和會 未曾以前不過是 為我國以托管地性質 不是他們的領土啦 不是中國的領土啦 有沒有 蔣介石說 台灣的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以主權 在對日和會 什麼叫對日和會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啦 以前不過為我國托管地嘛 就是那個麥克阿瑟說 你去那邊控制那個土地 是這樣啦 他說 1950年他說 發表了父子的墓地以使命門 因為他被人家消滅了嘛 他退到台灣來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了去年年中 就隨大陸淪陷已經滅亡了 他也承認滅亡啦 好 再來 合約的第六條規定 日本生效後 所有聯盟戰領機 因盡速至日本撤出 問題來了 中華民國的軍隊為什麼不撤出 車輪起還在讓我 讓我這個年紀的人也去當兵 這個中華民國或者是中國 你們有的賠了 對不對 你們都有的賠了 這個是嚴重違反的人權 我們找美國人來找他們來 要賠償好了 對不對 因為你們美國人要負責 因為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不是嗎 當時台灣還是日本領土2B 有沒有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等一切全力 寫得很清楚嘛 主權的全力嘛 因為剛剛我們在這裡說 佔領不移轉主權嗎 所有權是不能被移轉的 所以台灣不會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 也不會變成美國的屬地 沒有 條約裡面也沒有說台灣變成美國屬地 也沒有 如果以戰爭賠償的那種比例來算的話 最有可能台灣會是美國的屬地 會不會變一州那是一回事 因為要變一州的地方太多了 布多利克 關島都想成一州 可是他只能成為美國國民 所以台灣最有可能就是美國的屬地 可是條約裡面講說 沒有 不是 我們只有佔領的權利而已 就寫得很清楚 有沒有 既然有條約可以明定我們就遵照那個了 好 重點來了 根據主權在民原則 台澎主權當然落在台灣人民手中 這個問題就嚴重的錯誤 所以我常常講說 一般這一些社論 對台灣的歷史的研究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對 唯一不對的地方就在這裡 台灣民政府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就在這裡 什麼叫做主權在民 台灣人有台灣的主權嗎 如果台灣人有台灣的主權的話 當然你辦公投你要自憲 這個沒問題 沒有一個國家會抗議 你現在來台灣人說 我台灣人有人民主權 主權在民 然後你說我要宣布獨立 第一個跳腳會是誰 你們猜 誰會出來跳腳 你們猜 誰 哪一個國家會跳腳 美國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他對台灣有主權 因為第二條學得很清楚 台灣的一切權力都是美國在民全國手上 對不對 好 如果台灣要獨立 如果說你照這個來講的話 台灣要獨立的話 他有一個艱難的目的要達成 才有可能 為什麼 那這個艱難的目標要達成是什麼目標 第一個 你必須台灣人要請國家的一切的力量 打敗美國這個國家 取得了他的佔領權 然後再打敗日本帝國 取得了這個領土主權 最後呢 你要不要留中華民國 如果你要留的話 你還要再打敗中國 之後呢 你再宣布台灣獨立 應該不會有國家會抗議 你們認為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幾乎完全不可能 這個叫吃人說夢 除非有一天外星人要跟台灣人合作 研發一個 這個 比美國更先進的武器 否則的話這個是 想想就好 所以這裡有沒有 你看 合約第四條跟二十三條規定 台灣的現狀還是軍事佔領中 根據二十三條規定 台灣還是美國佔領地 那根據馬關條約規定 台灣因為就近上和平條約 並沒有解除了馬關條約的權利 所以他的位置還是在那個地方 就好像一個買賣 買賣契約沒有完成可以過戶嗎 是不能過戶的 你雖然暫時擁有了他 但是不代表那個是你的 暫時擁有不代表那個 所以佔領的概念是這樣 他是要暫時擁有這個獨立的權利 有一天他會結束 因為他要彌補他的戰爭的損失 所以台灣還是美國的利益 佔領的意思就是說 十分所有的利益都是我美國人的 所以美國的利益 從台灣關係法的角度叫做軍售 也就是說台灣對美軍售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台灣關係法是寫的很直白 他可以賣你那個什麼捕獲商那邊的東西 就是說我報廢的東西你自己挑一個 也就是說他不會給你可以作戰的武器 所以你買到二手算不錯 因為你買到二手算是給你中華民國交代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賣你一些正規的武器給你 原因是在你根本就不能擁有軍隊 照理講你是表面上代替我美國人 好像有那個佔領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中華民國的軍隊是 他是一個所謂的代理的關係而已 可是他也不敢 因為中國人 美國人不信 不相信 為什麼 他們不是說 蔡英文不是說 美國人要賣我們F35B 好飛機 現役最頂尖的飛機 那這個也符合美國利益 但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台灣買單美國使用 那你中華民國現在的現役的軍隊 能夠用什麼 就是我們玩過不要的玩具你們去玩 像空中飛的就是遙控飛機一樣 你不可能擁有攻擊性的武器 美國給你客氣不代表說 你無限上綱的時候我們的雄風三行 我要真誠 我要怎麼樣 不行 蔡英文到現在不敢簽 只要美國同意說可以他才敢簽 為什麼 本來說雄二一跟雄三都有一個真誠的計畫 能不能做 簡單 這個容易 在台灣目前的技術來講這個太容易了 那你要準 簽了之後才會用 蔡英文也不敢簽 為什麼 上頭規定你不能斷動 不要亂搞 因為超自白公里以上的這些武器 他這邊都不能生產 你要用可以 你就買我的武器 因為才符合我們美國的利益 東東武器你們台灣人自己造 那我們美國人賺什麼 對 沒有可能 所以你要造飛機 這樣就好 你要造飛彈 頂到為止 因為你會抵觸我們美國人的利益 台灣就是美國的利益 他用多少的鮮血 多少軍人的生命去換來的 這個利益 當然台灣要長期的給他一些 來打平他的損失 所以沒有關係 你買F-345也沒有關係 SAT系統也可以 電子軌道炮也可以 東東可以 那我講一個案例就好了 像新竹樂山基地 將近500億 每年7億的維修費 全部都要美國人來去使用 那這個雷達的系統 樂山基地這個雷達系統 那個資訊全部送到北美 北美司司令部那邊 由他們來控制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送到太平洋司令部 然後他想說你們想知道 中華民國想知道 我給你一些 這個就說四統美國基地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確實的 來 那個 待會我們把那個影片播出來 我們來看這個 一記國際公約 善待被斬寧地的地方 這裡寫 我們稍微提一下 日內馬公約被侵害時 要成為時嚴重的刑事罪行 所以彭世寬跟蔡英文聰明 至少他沒有犯到這個 因為明年他就不能再向台灣徵兵 因為這違反國際法 到時候是誰通過是誰就有責任 所以活著的人 從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都有份 可是他們其實從李登輝的時代 就開始做再裁軍的動作 民國80年的時候 台灣的軍隊還有超過40萬 現在只剩下十幾萬 他說你可以擁有小編制的智慧的能力 但是你不能擁有軍隊 因為你不是國家 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 而且你不能對佔領地的人民實施徵兵 這是違反國際法 為什麼 好 這裡有 有沒有 五十一條規定 佔領國不得強迫被保護人 在其武裝的輔助部隊服務 也就是不能徵兵 所有軍事活動都不能 在任何情況下 真的變為動員工人參加軍事或半軍事的組織 都不行 寫得很清楚 台灣人是不能被中華民國徵兵 除非你認為你是中國人 否則的話 你不應該被徵兵 好 你幫我點那個金樹梅的 因為我們要跟大家講就是 台灣有很多美金基地 宣而不宣 知道 就是 知道我們不宣布而已 來 院長 2004年 我們對美採購了UHF長城獄警的雷達 雷達 原來編列的預算不夠 再追加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 410億的台幣 雷達的基地在哪裡呢 在新竹縣的五峰鄉 跟苗栗的泰安鄉 我的家鄉的交界處的泰雅族的傳統領域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 樂山空軍基地 錢是我們出的 但整個雷達的基地從建造到管理使用 全部都是美軍 而且只適用美國法律喔 也就是說 院長您跟我要進去很抱歉 進不了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 雖然全部由美軍管理使用 可是您知道嗎 我們每年還要付7億的管理費用給美國 這種軍購叫做上權辱國 台灣有很多那種美軍基地 只有不是美國人不能進去 不是美國人不能進去 當然這是一點 其實有很多像Apache Apache是美國 台灣目前放在台灣這個部分是美國 目前同步的 Apache 64H那個 為什麼跟大家講 Apache事實上能飛得不到四架 要不及兩架 有啦 秀給台灣人看 因為出錢的嘛 他為了怕擔心說 這些島內的人會反美 就搞這個一些模糊 那事實上在前年23隊 那個李倩龍那個事件之後 中國人不太想鳥美國人 美國人叫做你不要亂飛 我告訴你 不要亂飛告訴你 暗示你說你的船動軸會斷掉不能飛 你的什麼不能飛 奇怪 你的船動軸有問題 為什麼那兩三架可以飛 因為那兩三架是要給台灣人 那兩三架可以飛的是什麼 它的系統是可以被換掉的 顯示器裡面有 但是有些東西不能發射 像我講一個最簡單的就是F51F 它其實已經有具備了空中加油的能力 在送到台灣的時候 把那個空中加油的封口把它封掉 F16肯定有 那是最近美國才解放 說你們可以空中加油 所以他們就在訓練的時候 來了你們必須要練習空中加油的那種技術 所以當然這個事情有在變化 從過去完全不行 現在一直在改變 然後慢慢凸顯了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正確地位是什麼慢慢凸顯了 目前就經商和平條約跟裡面寫得很清楚 23條講說台灣還是美國的佔領地 佔領地就不是你的土地 也不是你的土地 也不是美國的殖民地 那台灣的土地是誰的還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日暑美戰的概念就是這樣 台灣的土地還是屬於日本 因為為什麼 台灣人變成美國人了嗎 不是 雖然美國佔領了 沒有因為美國佔領了台灣 然後台灣就變成美國公民 沒有 為什麼 如果台灣是美國公民 琉球人就是美國公民 就是因為你不是美國公民 所以你取得的出國的證件 叫做旅行證件 就不叫做護照 護照就是除非你是我的公民 我才可以發 這個我們確認你是我的人民 所以你到了世界各國的時候 人家確定你是美國公民 當有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要遣返到那個國家 現在中華民國護照的持有者 現在被遣返的地方是哪裡 是中國 這個很正常 因為台灣是什麼 中國治理當局 authority 來 我們再看那個 有沒有 這個寫得很清楚了 這個川普的一通電話 美國通過國防授權法提警 所以這裡有很多文詞 你們一看就看不懂 突然間台灣 突然間中華民國 斷交的時候就叫台灣 所以台灣這些繁體制都被加工過 那個記者 那個愛國主義 不好的就寫台灣 斷交就寫台灣 然後呢 好的說 美國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所以那個中華民國跟台灣 有時候你會搞不清楚 會錯亂 有沒有 加深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 兩國 你不是說已經跟美國斷交了 又變成兩國 很奇怪 他意思說台灣跟美國斷交了 可是跟中華民國沒有斷交 這個意思 可是台灣關係法是寫錯 確實跟中華民國沒有產生關係的 這個實在是有騙一些不知道的人 知道的人有在這個地方 再持續 就會知道他們再亂搞一通 有沒有 第一個跳腳的就是中國 你們為什麼要通過這個 台灣還有很多中國人 你不能把中國人變成台灣人來看待 他們 基於中國的立場是這樣 因為台灣有太多那些中國派的 統派的 他們不認為他是台灣人 他們認為他是中國人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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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雲號 有沒有 聯合 最近整個聯合經驗 我有那個畫面 就是CVN70卡爾文森 跟CVN76雷根號 跟日本的日向號 在做經驗 現在出雲號在南海 又跟另外一艘尼米茲號 在南海 這兩邊北邊跟南都有那個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